我们现在进入12.3 凡分析 然后在分析A和B中 然后它分析A或者是分析B 本身也是分析的话 那么就叫做凡分析 就有A和B和C 1和X加1和Y 1和M和M 都是凡分析 然后在这一边它就有给我们这个历史 它这个它就有A和B和C和D 所以我的A和B和C和D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这个大的这个 你把它变成除 所以A和B除C和D 然后除变成成 导返过来 所以它会变成AD和BC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来看另外两个例子 我有A和B和C 我的A和B和C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A除V和C 然后它会变成A乘C和B 然后它会变成AC和B 然后我有A和B整个和C的时候 它会变成A和B除C C的分析是1 所以它就会变成A和B乘1和C 所以它会变成A和B和B 所以它会变成A和B 所以这个是标准的做法 可是我们到了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不去做标准的做法了 我自己本身有两种方法 来做这种半分式 第一种呢 就是第一种做法呢 我第一种做法是叫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呃 那一个半分式里面 小的分数的分母 1去另外一边 它原本在上面就T去下面 原本是下面T去上面 ok 就是说它比较小个的 小个的 小个的 小个的分数 比较小个的分数 ok 所以在这边 这个是比较小个的分数 它的分母是B T下来 它分母是D T上去 所以它会变成AD和B 你看它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AD和B C 然后在这边 这个是比较小个的分数 然后这个是C T上去 AC和B 这一个 我直接 这个T下来 A和B 所以我们可以用T的方式来做 这个是第一种方法来做 ok 我们有两招 然后第二招是怎样 第二招是这样 我有A和B 然后C和D 然后它的分母是 那一个 呃 CD B跟D 所以我上面称BD 下面也称BD 然后我的BB越 DD越 所以它剩下的答案 就直接变成AD和BC 然后我的这个A和B和C的时候 它分母是C 所以我上面乘C 下面也乘C 越越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 那个AC和B 你看 跟上面的这个A和B和C的 这个AC和B 这样也是可以 然后过后呢 我有A和B和C的时候 没有这个变成A和B 整个和C的时候 它的这个分母是B 然后我就乘B 乘B 上下都乘B 然后越 然后它就会变成A和B 所以 呃 在这边呢 我就有教了你们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standard的 然后它是最多步骤的 第二种方法是T的 然后第三种方法是乘分母的LCM 乘分母的LCM 所以我们有三种方式 至少有三种方式 来做这一种类型的题目 好 来我们看这一边的这一个 这一题呢 呃 你看它在这边 它是用第二种方式 它这个是乘 所以X乘X XY 然后这个乘 这个乘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就变成A 然后XY 所以上面乘X下面乘X 这样这一题就很容易做了吧 好 然后它标准的做法呢 是这个分母是1 所以我这边乘X乘X 所以是X2加1 X 然后 呃 把这个T下来 它会变成X2加1 X2 好 然后接着B的这一题呢 就上面乘X下面乘X 上面乘X 下面乘X 所以X加1 然后 这个是X2-1 然后X加1 X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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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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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呢 它的分母是1 1 然后乘X 乘X 乘X 它就变成X加1 这一个分母是1 乘X 乘X X2-1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那个分母都一样 分母都一样的时候 其实我可以直接割 分母都一样可以直接割 那一个又是另一个东西了 就是说 假设我有A和C Hover B和C 的时候 我就变成A和C 除B和C 然后它就变成A和C乘X C和B 然后我的C跟C可以约 然后它就变成A和B 所以我通过这一边可以看到 就是分母是一样 我可以直接约 然后我有A和B overA和C的时候 我就有A和B 除A和C 所以它就A和B乘C和A 然后我的A跟A一样 我可以约 所以它就会变成C和B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看到它的分母一样 所以我可以直接约 然后它的这一个呢 就会变成X加1 overX加1 然后X-1 然后我的X加1跟X加1 之间可以约 OK 这样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的答案 是一把X-1 就是这样 嗯 接着我们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 当它的题目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它就只给一种做法 所以它既然都只给一种做法的话 我就自己做一下 那这个题目比较复杂 所以我自己做一下 在这边 所以它会变成A加B over A-B 加A-B over A-B 我把我的E变成A-B over A-B A-B over A加B 加A加B over A加B 然后它就变成A加B加A-B 所以它变成2A B-B没有了 然后A-B 然后这个是A-B加A加B的时候 A加A 2A 然后这一边是B-B就没有了 A加B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 哎这个可以约哦 然后这个踢下来 这个踢上去 所以我的答案就会变成A加B over A-B 所以我的答案就是A加B over A-B 嗯 好 来 接着的这一题呢 B的这一题呢 在这一边讲 好 我们的这一个 呃 我上面乘X 下面也乘X 所以它变成A-X over X加E 然后我的E呢 我把它想象成A-X over X加E -X over X加E 所以A-X 它就剩下A-X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A-X加E OK 好嘞 嗯 课本的做法是它的 这一个 变成A-X 然后它再把XT上来 然后X over X加E 然后它这个就变成 这个E它就变成了 那一个 什么 X加E over X加E 这样 好 来 我们看 学堂面习6 的这两题 呃 这两题 基本上 还好吧 我分母T 分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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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整个乘AB 整个乘AB 所以我的这一个这样跟它乘进去 跟它乘进去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 b²-ab over ab-a² ab 没有没有 ab.a² ab 然后越越.a² ab.a² 所以我把b抽出来 剩下b-a 我把k抽出来 剩下b-a 所以它会变成b²-a 就是这样 OK 好 来 就是这样